大家好,这里是零点放异室,本期为大家带来电影《致命黑蓝》。 十岁的女孩卡塔利亚自小生活在哥伦比亚,哥伦比亚盛产毒枭,卡塔利亚的父亲便一直在为当地的毒枭大王唐路易斯服务。 在一个午后,父亲向毒王告别,打算金盆洗手,毒王表面准许,却在同父亲假意告别后下令将他解决。 父亲知道毒王喜怒无常,不可能轻易放过自己,只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 未料到毒王动作如此之快,他手下一行人迅速赶到,卡塔利亚父母双双惨死,卡塔利亚坐在餐桌前目睹了这一切。 毒王猜测,卡塔利亚父亲会留下自己的犯罪证据,一群人在家中翻找,卡塔利亚表面要交出证据,却在对方伸出手时逃出匕首,狠狠插进对方掌心,又立即逃脱。 他来到父亲临别前告诉他的地址,将带有毒王犯罪记录的芯片交给了缉毒局,缉毒局以保护为由将他带到美国。 卡塔利亚却察觉到,缉毒局名为保护,实则对他却如同押送,他借口上卫生间又从卫生间的通风口悄悄溜走。 卡塔利亚几心辗转找到了叔叔艾米利奥,看到叔叔的那一刻,他原本一直坚强的心灵,冷漠的脸庞变得柔软起来。 他失声痛哭,告诉叔叔他要做一个杀手。 叔叔一直混起黑帮,他不想卡塔利亚再重蹈覆辙,将他带到一所学校。 卡塔利亚再次爆发,他大声说他不要上学,他要做一名杀手。 叔叔望着眼前的女孩把出枪射击路边的汽车。 他告诉卡塔利亚,成为杀手不只是简单的扣断板机,还有很多是要从学校里获取的。 卡塔利亚沉默半赏,夺过书包返回学校。 日子过得很快,卡塔利亚长大了,也终于成了一名杀手。 这一次他要杀的人在监狱,他装作喝醉装了警车,成功进入狱所。 夜晚,卡塔利亚撬开监狱门,偷走了一名狱警的手枪,并迅速将刺杀对象杀死,又在狱警赶到前急速返回牢房。 狱警毫无头绪,只在死者身上看到一朵黑色的花,那是只有在哥伦比亚存活的花朵。 卡塔利亚渴望用这朵小花将警察的视线带回哥伦比亚,因为哥伦比亚有毒王。 数年前,他将芯片交给基督局后,毒王便消失了,他一直在寻找,所以他每杀一个人便留下这样的一朵小花。 警方刊登在报纸上的黑色小花引起了叔叔的注意,叔叔让他不要铤而走险,两人再一次陷入争执。 而后,卡塔利亚接到了刺杀任务,这次他要杀的是一个富豪,富豪在家中养了两条鲨鱼。 卡塔利亚便从这个鲨鱼池里入鬼魅班来到富翁家,给了富翁一枪后,将他扔到了吃力喂鲨鱼。 完成任务后的卡塔利亚来到了男友家,他爱他的男友,尽管爱他也一直对自己的身份绝口不提,男友眼里的他如同迷雾一般。 清晨,男友满眼爱意为熟睡中的塔卡利亚拍下照片,事后同朋友炫耀,诉说自己对卡塔利亚身份沉迷的苦恼。 朋友悄悄把照片发给警局的朋友,想要查一下卡塔利亚,照片就侮辱警局档案库。 警局借此确定了卡塔利亚的身份并找到他。 卡塔利亚艰难脱身,回到叔叔家时,却发现叔叔和家人都已经死亡。 原来当初注意到那朵黑色花朵的人还有毒王,毒王下令清查当地所有的哥伦比亚杀手,最终找到舅舅并将他移家杀害。 年少的疼痛再次清洗起来,卡塔利亚找到警署警官,逼迫警官告诉自己毒王的下落。 追踪到毒王的根据地,在一大群人正在商议如何保护毒王安全时,一枚弹炮袭来,他置身进去解决了毒王的手下。 与此同时,毒王趁机开车逃跑,他以为自己可以逃脱升天,却在此时接到了卡塔利亚的电话。 电话外放,卡塔利亚一声令下,命令早就被他埋伏藏在车底的两只恶犬开始撕咬毒王,毒王最终惨死。 影片结尾,复仇成功的卡塔利亚开车消失在了城市尽头。 卡塔利亚一直将年少的伤痛深埋,并用这份伤痛牵引着自己完成了复仇。 可只有他知道,无论凶手结局如何惨痛,离开的人再也不可能回来,这份疼痛会永远伴随着自己,直至自己也离开。